蘋果直擊 拿中華民國護照進去聯合國 最近網路上正傳無法使用中華民國護照進聯合國參觀 蘋果日報記者今天來到聯合國總部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實際測試看看到底能不能進去 走 他們說這樣 所以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所以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所以他們沒有進去 所以中華民國護照進去 所以我們拿到台灣 你還有另一個名字嗎 一個名字是台灣的名字 讓我看看 這是我從來沒聽過的名字 這真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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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說多了 五年 五年 但我認為 2014年 我曾經有 對 我沒說過 我不會知道 這真可憐 我不知道多久 有了 可能五年 可能 可能 但不被推特了 然後他們被誇獻 我不知道 現在 我現在 我看過 至少20台灣的照顧器 然後我說不 你可以買 進去 進去嗎 沒有 對 你不可以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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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買 你不可以買 給我一個想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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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可以買 你不可以買 你不可以買 所以我可以買 記者剛剛就是拿著 中華民國護照 試圖要介入 但是在門口 就被首位躺下來了 而蘋果記者向聯合國求證 秘書長發言人杜佳里柯回信 表示 公民成員要進入聯合國大樓 必須要出示聯合國會員國政府和發的證件 這是我從來的最初聽到的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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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